不得不说 许伯办事效率很快 当天丹阁里立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狂欢 所有长老 执事 管事都被请过来了 一个都不全 整个丹阁好不热闹啊 许伯看着下方兴奋的人群频频干杯 甚至连卓清风阁主都喝了不少 这一碗众人喝得是醉醺醺的 等到晚宴结束 许伯等人都快要站不稳了 整个过程 丹阁一名长老虽然也喝了不少目光沉醉 但实际上他整个人清醒得很 许长老啊 想不到丹阁有如此惊人的丹药配方 那冷家敢对付我们丹阁 就是找死啊 晚宴上不少长老咒骂着冷家 诶 诶 诸伯说对了 冷家确实是找死 这段方呢 可是老夫从一个远古遗迹得来的 我本来我不想这么快拿出来 只是一直在炼制室里实验着 谁知道冷家还敢找我们耽搁麻烦 诶 我就给拿出来了 许伯是洋洋得意 旋气晕乎乎的 差点睡着了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席间一名长老 某种露出一丝兴奋 待得晚宴落幕 所有人纷纷离去后 夜深人静 一道人影 迅速出现于许伯长老炼制室里 这人影先小心翼翼查他了四周 发现没什么问题 这才谨慎地打开许伯长老的炼制室 在里面搜寻起来 此时 那人根本没注意到 许伯炼制室里 一个隐晦的监控阵法 一直监视这里面 马长老 那间竟然是马兵 马长老 看到黑暗中的人影 卓清风和许伯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怒意 马兵 在丹阁担任了不少年长老了 可以说他是一向兢兢业业 为人也极为的温和 并且 他曾经跟金元闹过矛盾 两者间并不和睦 反倒是跟许伯关系还行 因此 谁也没想到 他会是冷截的内金 这间他在炼制室找了片刻 目光突然一亮 炼制台上一个隐秘之处 他迅速找到一张古朴的药方 匆匆看了一眼后迅速收了起来 而后急忙离开了炼制室 想走 拦住他 卓清风许伯身形一晃 正要冲出去 却被秦晨瞬间拦住了 让他走 呃 陈赵 你这是 卓清风和许伯都愣了 旋即他们目光一亮 陈赵 你不会在我们炼制室 放了一张假方 想骗朗家吧 许伯很清楚 他炼制室里根本没什么药方 之所以这么说呢 就是想看看谁是内金 可刚刚 马兵竟然真找到一张药方 那可能性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 秦晨布置监控阵法时 放在那的 加上秦晨居然要放对方离开 许伯和卓清风 迅速挠不出这么一个可能 没错 药方确实是我放的 不过不是假药方 而是真的三种新型丹药的药方 啊 什么 卓清风和许伯以为自己听错了 瞪大了眼珠子 陈赵 你说什么 我说对方得到的药方 的确是真的 秦晨就笑了 这俩人彻底懵逼了 一瞬间他要哭了 这陈少到底搞什么呀 这下他们完全弄不懂了 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秦晨笑着看向两人 马上把所有人召集了 我会告诉你们 我到底要做什么 在秦晨召集众人 说明原因是 冷破公和冷非凡 在深夜里被惊醒了 什么 你得到三种新型丹药药方了 议事厅里 看着城上的古谱药方 冷破公冷非凡都蒙了 这效率太快了吧 今儿个半晚 他们刚刚下了命令 要马兵不顾一切 把丹药弄到手 这才过了多久啊 居然真弄到手了 你 你确定是真的 到现在 冷非凡冷破公 还是感觉不可思议 冷破公大人 冷家主 我马某有骗过你们吗 马兵叫道 马上请成坤大人来 很快 成坤被请来了 在得知已经得到丹药后 成坤也有些发晕 他很快接过丹药 看了起来 呃 这 这假的吧 在看到三种灵药 都用了凤兰草之后 成坤下意识地说道 成大师 我一开始也怀疑有问题 不过 马某实验了一次 直到成功炼制出之后 这才发现是真的 马兵从身上拿出一瓶丹药 这是马某根据上面丹方 炼制出的心形宁血丹 嗯 冷家众人接过丹药瓶 打开一看 果然摆着几粒丹药 而且跟丹阁出售的 心形宁血丹 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来试试 成坤脸色凝重 就在众人面前当众炼制起来 一个时辰后 当三种心形丹药 都被他炼制成功 冷家所有人都懵了 真的呀 竟然真的是真的 成坤也激动地浑身发动 难怪丹阁感这么低的价格出售 这三种丹药 都用凤兰草替代其他几种腐材 成本上至少节约三分之一呀 而且炼制过程简化了 效率也提升了一倍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呀 成坤喃喃自语 有些语无伦次了 冷家的人也懵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让他们甚至有些 感觉有些虚幻 成坤大使 现在有了丹方 你觉得冷家能压过丹阁吗 冷破公急忙说道 完全没问题 成坤现在还处于 丹方的震撼力 以我们冷家技术和炼制水平 成本上比丹阁绝对能 节省两成 效率嘛 也能提升两成 也就是说 同样担药 我们冷家就算 以低于丹阁三成的价格出手 也还有一定利润 可丹阁呢 他们做不到 不过 我们冷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成坤宁重的 什么问题 众人纷纷忘了 材料啊 成坤沉声说道 这三种材料都需要凤兰草 但目前皇城里凤兰草 已被丹阁收得差不多了 就连王朝各地的凤兰草 也同样如此 若不加紧收购凤兰草 丹阁光用亮 就可以死死压制我们 凤兰草 我明白了 冷破宫转头看向冷非凡 非凡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趁丹阁没反应过来之前 我要你把王朝中剩下的所有凤兰草 都收到我冷静来 听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冷非凡重重地点头 眸中射出坚毅的光芒 丹阁一室厅里 竹青风一行 再次聚集了 得知秦晨故意把药方泄漏了 萧牙等人几乎全蒙了 哎呀 陈少 以冷家炼丹水平 一旦丹方被他们得了 肯定短时间内 能进行生产呢 到时 冷家凭借紫身流水线炼制 成本必定能压缩得 比我们还低呀 这样一来 我们好不容易形成的大好局面 岂不是全都毁了呀 竹青风是无比的交集 他是真不明白 秦晨卖的到底什么药 只允许他们出售一万里 并且故意把丹方泄漏了 这根本就是自毁长城呢 其实呢 我的目的 就是让冷家大肆炼制这三种丹药 秦晨却突然笑了 众人无语 到这时候秦晨还能笑得出来呀 但也有人狐疑地看着秦晨 跟秦晨相处久了 他们对秦晨十分了解 陈少师那种会吃亏的人吗 仔细想想 似乎从认识对方开始 秦晨没在谁的手里吃过什么亏 所有曾经是秦晨敌人的人 不是被灭就是被整得十分的惨 生活不能自理呀 哎呀好了好了 我不卖关子了 看众人各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秦晨笑了笑 其实呢 凤兰草炼制的三种新型丹药 是有缺陷的 也就是说是失败品 根本不可能大规模出售 失败品 有缺陷 众人一正 呃 陈少 没有吧 我当初也尝试了 那几种丹药功效十分强劲 哪有什么缺陷呢 卓冷风皱眉道 他好歹是六品巅峰烈药师 一枚丹药有没有缺陷 他还是看得出来的 那是因为你服得太少了 其次呢 你修为太高 因此所谓的缺陷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真正的丹药需求者而言 这是非同小可的 王启明 我之前让你用过这两粒新型丹药吧 你催动一下血脉试试 这时 秦晨突然对一旁的王启明道 呃 催动血脉 王启明点点头 陈少 好 一碾一动 王启明的血脉瞬间被催动了 直接一层迷茫的光韵 瞬间浮现于王启明周身 不断地律动着 嘶 但让人疑惑的是 王启明的血脉竟有些律动不云 似乎有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呃 陈少 我血脉怎么回事 为什么掉东西来 怎么不自如了 之前没这情况啊 王启明震惊道 秦晨笑了笑 然后说道 其实呢 这就是你服用新型的真理丹的副作用 凤兰草约含一种特殊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代替许多灵药 参与到反应之中 这个发现呢 本来是炼丹史上一个巨大的突破 但后来发现 这种物质虽然能代替很多灵药 但对武者血脉的稳定性有一定影响 如果只是少量服用 或许没什么 像你目前血脉的情况 只要半个月不再服用 自然就会恢复了 可如果大量服用 或者长时间服用 会对你的血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到那时候 那才叫麻烦呢 秦晨沉生说道 其实呢 凤兰草这个功能 是前世武裕一位鬼丹流的 九品炼丹师发现的 当时在武裕炼丹间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诸多强大的炼药师 包括最顶尖丹阁 全部在研究凤兰草这种特性 而武裕中 炼药大师云吉 凤兰草这个缺陷 很快被炼药大师发现了 当时 发现凤兰草这个缺陷 诸多大师都在想办法 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把凤兰草缺陷给消除了 只可惜啊 经过无数年研究 始终未能找到合理的方式 因此呢 本来轰动整个炼丹界的发现 很快就消声匿迹了 听到秦晨的讲解 众人全惊了 这三个丹药 竟有如此巨大的副作用 难怪陈少只出售一万里呢